今天邀請來的是朱欣 演藝學院出身的朱欣熱愛演戲和音樂 更和音樂人王冠宗Paul相戀 他和Paul相戀九年 外奸一直將他們的收入和身份比較 他又怎麼看這段感情 盛傳他們會在今年拉上天槍 究竟是真還是假的呢 先乾杯 乾杯 多謝你來這個飯局 不要這麼說 因為很多人恐嚇你 疼我 不會的 他不會害你 其實你是澳門人嗎 不是 我真的在香港出生 但是我爸爸媽媽在 其實應該這麼說 那時候香港症會比較值錢 值錢的意思是將來好一點 媽媽是故意過來香港生意我 再帶我回去澳門住了一會兒 那時候媽媽爸爸婆婆婆 一些親戚都在澳門居住 本來你家人是在澳門的 就是為了生意你故意過來香港 是的 很有趣 那在哪裡出生你呢 會不會像馬英九一樣都在廣華醫院 不是不是 我不是在醫院出生的 可能是流產院 應該是 我剛才不敢說這個字 是的 為甚麼呢 我都在流產所出生 為甚麼在流產所會有寶寶出生 以前很流行的 有一些只是被人接生的地方 那你出生之後就回到澳門 你在澳門居住了多大才來香港 先算一下 我記得我在澳門有讀過幼稚園 讀過一、二元班 但期間 亦都因為當時家裡有人移了過來香港居住 我媽媽又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是兩邊走的 應該大概到我七歲左右 就真的定居在香港 所以我是讀過香港的幼稚園 又讀過澳門的幼稚園 即是跟著媽媽 是的 兩邊走 媽媽不是兩邊走 婆婆過了來香港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安排 一會兒又來香港 她沒有空就跟婆婆 例如她工作忙 因為我家裡也是小康之家 爸爸媽媽也是不停地工作的 例如她工作忙的時候 而且媽媽當時對澳門的前景 不是看得那麼好 我知道你有一個姐姐 姐姐叫朱鴻 紅色的紅 那朱鴻姐 是否又好像跟著你 沒有空的時候就跟婆婆 或是她定在另一邊 姐姐比我安定 在我的年紀的時候 我相信她應該是十三歲才移過來香港讀書 一路讀上去 那為甚麼她不用兩邊走 你是特別的 是你自己選擇的 當時哪有這麼小 就有懂得選 都是在家裡安排 可能我跟婆婆的緣分比較重 婆婆疼你 婆婆真的很疼我 我怎樣疼我 以前是 除了我跟著婆婆之外 還有很多表兄弟姐妹 每個人都比我長大 我是自己有一碟魚的 這個好像有點過分 但是我是 我那碟魚仔 沒有人敢夾的 任何一個夾內婆婆都是打的 那碟魚是留給我 所以我從來都不受衣食 我都不用受衣食 但我不懂得搶 你不用搶 我不用搶 我最小 每個人都要被迫 可能他們很不滿意 但也要讓我 其實他們真的沒有不滿意 不高興你 當時我姐姐沒有 因為我姐姐跟我相差 都有一段距離 其實她佔據了爸爸媽媽的時間多很多 她做獨女的時候 都有十年 你跟她相差十年 她根本不需要跟我爭 她已經享受了 她已經享受了 而且小時候姐姐絕對是我的 很英雄 應該很英雌 姐姐很厲害 我眼見的姐姐 又是頒獎 一陣子打排球 小時候她經常帶我去打排球 她有校隊 學生會主席 覺得姐姐很厲害 真的是大家姐 絕對是我大家姐 我很甘心地做一個妹妹 你婆婆還在嗎 已經過世了 這個是… 在我大概… 其實我跟婆婆的日子 不是很久 都在我下十歲 她已經離開我們 還是很小 她怎麼說 我一出生 因為我有個洋娃娃 那個娃娃是一隻小猴子 那件衣服 到現在還穿著 都是我婆婆的車 這個小猴子 是伴著我一路的成長 婆婆對我的祝福 我會寄在我這個娃娃 即這個小猴子身上 她是豬當當的身上 那你現在仍然在你身邊 對 仍然在我身邊 在我床邊 小時候抱著睡 現在不敢抱 怕要抱她 因為現在要抱著她 所以不敢抱她 不是… 絕對不是這個原因 是娃娃 可能因為小時候 我自己也有想過 為什麼我會有很多新外物 我有過很多新外物的人 小時候床鋪滿娃娃娃的 不是就是枕頭 有很多東西攬 但可能也是因為安全感 多了、大了、少了 這些東西開始會放上架 還有也因為養了狗 我很擔心寶貝小狗 會孕開咬爛我的公仔 始終會小器 他們知道這條公仔是我的 我有偷装過小狗 他們有沒有搞我的公仔 我發覺他們有去生意 問過公仔、咬過公仔 取過公仔出來 也是有搞下搞下 既然小狗會上床 我唯有搬開一些精神的食糧 現在伴著你一起過生活 或者你很大的精神之處就是你的男朋友 Paul 是不是? 可以這樣說 你和他怎樣認識? 其實那天我樓上鄰居 最初開始 是的 這個人 這個人我最初真的和他接觸到 就是他是我鄰居 他家裡漏水 令到我的停電 我媽媽告訴我樓上那位可能是Paul 我不是說如果是同行人 我去敲人家門很正常 打個招呼 因為為什麼要打個招呼 如果家裡有人試過漏水的 樓上漏下來 可能樓上是需要裝修的 比如浴缸 或者廚房 洗手盆 和升盤附近漏水 其實也不是很大的工程 但真的會影響到人家 打招呼 便跟他在說這件事 誰知道原來是Paul 這樣認識的 你一看到他 已經認得他就是黃冠宗 因為好地地 不會有人無緣無故戴帳戶在家裏 他就是這樣 通常這行的人都會起身 還沒梳頭 還沒梳洗 可能戴著帽子 這是我認識這行人的特徵 戴帽子的就是他 一看 開門我就知道 我說你搬到這裡嗎 你流水到我家 搞到我家的條電 你第一次見他的時候 是不是垂眼聲鬆 你說戴著帽子帽子 是不是連睡衣都沒換過那種感覺 都不是 是一些比較正常的時間 不是凌晨 或者晨早漏漏 不是 是一些大概 我想 待會的時候 合不合作 合作 非常合作 因為那間屋都不是他 他都是租的 立即跟業主說 不過要他花點時間 讓他被人安裝 開始第一步知道他是黃冠中入坡 之後是怎樣發展的呢 是否繼續漏水給你很多機會 你再上去找他呢 然後沒有漏水 很安全地 然後漏電 躲在我家的門口 我下班的時候 他自己也不知道 因為他有兩隻是黑色的狗 走掉了一隻 他家裡還有一隻 他不覺得 還有我想他開得懵懵懵的 這些東西 我回家的時候 我問 咦 為何有個塵在我門口 在我門口 震著動 一看你不是阿波 但他又不找主人 是否有一隻美曲 Gubi 現在已經過世了 他一直在我的門口爭吵 我就立即放下自己的東西 好回去上去找主人 認回主人 他這隻狗是有鋪 離家出走人的 是去你那裡的 他不是 真的有試過出街的 不見了三天 又在別人那裡找得回 但他過了幾條馬路 其實沒有車傷他 或者沒有受傷 已經很幸運 我認識了他之後 真的到我們一起 就沒有走失過 可能他喜歡有更多人見 不知道 這個狗比較橫皮 當時其實他是沿直台灣 是坐飛機過來的 就是一隻小紅糧 那就是因為Cubi 令到你們兩個有嫁黃 是的 多了 因為始終大家都是一個愛狗的人 當時我已經簽了台灣上華公司 香港上華也是我的唱片公司 我又填一次 我會覺得樓上不是一個不斷的 音樂人填詞 他一定會讓我熟悉 沒有就讓他看看 所以我們最初的相處 其實都是做朋友 我問他很多 譬如填詞一些心得 就是這樣去認識一個這樣的人 所以完全是由很平淡 朋友關係這樣開始 是 什麼時候 多久才變成真正的男女朋友 他搬 他才正式追我 當時認識他 他很少這樣跟我說話 他怕一個不小心 嚇走我 但是Paul在他的演唱會完結後 他真的說 朱欣一定我取得 究竟你們有沒有說過什麼時候結婚 或者是否十月是你們的分期 那什麼時候 多久才變成真正的男女朋友 他搬 他才正式追我 他怎麼追你呢 約我們看狗展 都是用狗 是呀 亦都非常幸運 又是很不幸運 其實當日我們看狗展 我是要飛台灣的 整個過程 剛剛遇到某一位前輩的家人過身 又剛好在那裡 就在記者招待會 所以我們第一次出門 就被記者拍完 就以為我們已經在一起 其實不是 剛剛開始而已 然後我還記得 他是送我去機場 剛剛也有傳媒的朋友 整個過程都拍了 我們也不知道 你這樣報道的時候 會不會其實幫助你們 本來我也是打算試一下 或者是第一次接觸 反正大家都報道這樣 真的認真去想想 那個可不可以做我的男朋友 想回頭會不會是撤合了你們 那又不可以這樣說 多謝媒體在這麼短時間 就已經曝光了 不需要讓我去考慮 講不講給大家聽 我記得我們大家做朋友的時候 因為這位黃先生也挺有耐性的 我覺得他是一個挺有耐性的人 還有我們做朋友的時候 也給了很多空間 大家去相處 從來沒有說過大家當中的感情生活 全部都是以朋友角度出發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 令到大家的相處很真 很真 我不是在工作上認識他 所以其實在工作上的他 我是不知道的 其實你一跟他相處 你也應該開始有些感覺 起碼有些好感 絕對是 但你在等他追求你 你有沒有想著主動去追求他 我不會 我是那種很有堅持 在愛情上我是一個 一定要男方採取主動 是的 我覺得如果不是這樣 他不會懂得珍惜這個女生 我覺得 還有 有時候後退後看 我會更清楚 當別人追求你 追求你那個 可能他很迷戀你 他也很迷得傻傻地 但我退後一步看 冷靜一點 我會察覺 這個人合不合我 優點缺點在哪裏 我是較為冷靜的 你像一隻貓多 他像一隻狗 感覺上 推薄 是的 我會搶的 我反而是會搶的 但是你的心裏 我聽說 以前有些訪問 很久以前的 就說你一向都很欣賞 Beyond的樂隊 是的 特別是留意到觀眾 是的 可能因為這樣 你對他已經有個好感了 再見他相處了一陣子 等這麼久都未追求我 你的心有沒有急 有沒有搞錯 有沒有 是不是 應該這樣說 通常我一認識一個陌生人 那些男生很快就追了 很快就追了 即是你很快會吸引到人追你 很快就會表露他們的態度 你通常會表露 譬如晚上在電話上 這些電話說什麼 說什麼 吃飯了嗎 還沒吃人一起 你在做什麼 在忙什麼 然後無緣無緣無故問 你喜歡什麼顏色 這些最老套 這些事情 你平日做什麼 怎樣怎樣怎樣 這些事情 你會知道 但是我跟他 是沒有說電話的 沒有 正因為他 還有當時認識他 他很少這樣跟我說話 我跟他說話 因為我喜歡看別人的眼睛 但是很多時候他會這樣 蛇躲嗎 蛇躲嗎 他不是蛇躲 他是真的 後來我問他 他說他不太敢看 為什麼呢 怕你什麼 不知道 一電就不會吧 可能也是 流電 或者他怕一個不小心 他有說 他怕一個不小心 嚇走我 還有 他是 家圍 真是天意 令到這個人 有很多空間 接觸我家人 我家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他們是我的父母 我姐姐 雖然我這個家小小 但是很大的支持 他也有空間看到我 對於我的家的關係 所以他可能更加覺得 不要亂來 因為始終是鄰居 有什麼衣屋很麻煩 又要搬 那樣 爸爸媽媽追著他們 對 我知道你住在哪裡 那他什麼時候開始看著你的眼睛說話 拍拖之後 有沒有看 因為現在也是不看的 現在有 什麼時候 我想真的 拍拖之後 才夠膽比較 正視你 是的 你肯承認他是男朋友 才敢正視你 不會嚇走你 是的 因為他都可能 可能我 因為後來他告訴我 我第一次去他家 我摸了我的褲筍 就是我說兩件事 就是大家沒事的 是乾日白來的 開始摸了褲筍 圍著自己 在這裡吃牆 原來我是 排意識 是他告訴我 這些東西 我說原來我是這樣嗎 我說 那可能內心 我是 就是覺得 害怕的 那個害怕是 protect自己 那個 就是這個 這個 烤筍的圍牆 意識形態 那有一件事 你不用怕的 就是現在我們可以吃的東西 這個絕對不會對你身體有傷害的 是非常好吃的 鮮農蝦配椰子果凍沙律 那我這一份就是黑松露薯熔忌廉湯 請起敗 好喝啊這個 是嗎 我這個很開胃 對 第一個一定要開胃 酸酸微微的 你有沒有煮飯給阿波吃的 少 但我女童軍的時候 我有考烹飲漿的 女童軍 你小時候那些菜 現在都不適合煮 是嗎 一樣都是吃那些 都是排骨 炒菜 我是不可以當一件事是工作的 嗯 一當作是工作 我就會 很興趣 是的 所以譬如你說煮食 有空玩一下 我就會 你叫我天天這樣煮 我想要我的命 那你愛情都會不會是 不可以當作是一個工作 或者長期有空玩一下 就無所謂的 嗯 愛情不同 我看愛情呢 其實我 我後來呢 即現在大一下大一下呢 我覺得我 可能在愛情上面 是一個較為嚴謹的情人 就是 我會覺得 兩個人在一起 忠誠很重要 嗯 信任很重要 真的不要令第一次的信任 有什麼破裂 如果不是 人很壞 人是會記仇的 我絕對承認 我會記仇的一個人 我是小器的 即是一次不忠 百次不育 是的 我是一個小器的人 要不就不要讓你知道 但是我也是一個很敏感的人 簡單來說 有時候很刻認真 不是的 對 我覺得對於另外自己有一半 如果你連這麼近的人 都會騙他 其實都挺慘 一來又慘 二來也挺恐怖 上一次 Paul剛剛搞完一個熱滾樂 一個rock的音樂會 之後他差不多說到 這個朱欣非興不取 因而傳出 是不是十月迎娶你了 問到你的時候 朱欣又是非君不嫁 究竟你們有沒有說過什麼時候結婚 或者是否十月是你們的婚期 幾個問題 先回答你十月是不是婚期 十月不是 你好清晰 十月不是 08年的十月 絕對不是 也沒有在十月這個日子 有什麼大陣仗的 所以其實是 你問我為什麼會傳出 我也不知道 媒體可能覺得 那天是好日 那個月是好月吧 我不知道 這個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明白 不要緊要 至於我們兩個其實是 其實現在相處得很好 目前來說 我覺得結婚多少都要一個衝動 暫時都是沒有這個衝動 要去改變現在那個相處的關係 那個模式 因為如果你做了人老婆 我覺得某程度上其實都是一個 挺大的責任 你的交代 你的交代 你會多了很多事情 因為我不能夠放下老公自己 跑去國內一段時間 似乎不是很好 我覺得很棒 但是Paul在他的演唱會完結後 他真的說 朱欣一定我娶硬的了 一定是娶她的了 如果要娶老婆的話 聽到之後 你的感覺是怎樣呢 是不是對你來說 你也是 Paul我一定會嫁硬的了 我覺得 我不敢說到 因為將來的事情 你不敢 我自己不敢說 越大就越不敢說將來 但是目前這一刻 Paul絕對是 我覺得是 可以 繼續走下去的一個伴侶 這一刻我仍然認為 她是一個很信任 很忠誠 和一個很可愛的人 可愛的人在甚麼地方 她有一件事 是令我另眼相看的 她不像這行的人 這行的人追我 很害怕被人不知道 其實你和Paul 一起那麼久 你知道的一起 是否已經大家同居生活 她們都在意 那麼容易 親身說 現在 她們做了 她們做了